瑞芳区后站老街商家经过疫情三级警戒一个半月以来的突袭 以往夏日正夯的育员兵鲜少客人 更有三四间店面长期停卖 暑假将举办的装置艺术活动也都无限延期 虽然装设酒精消毒机与食联制措施 但客人大多都待在家中少出门 惨淡生意连在地老店都直呼吃不消 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现在老街的情况已经是很严重了 生意差很多 差了九成以上 有的都收起来啊 所以说都没生意 一节火车才搭两个客人 也是很惨哦 火车他们也是影响很大 像公车啊 那个基隆客人也是没有什么客人 疫情期间无法鼓励观光 因此瑞芳老基文化观光推展协会 将导览的人力转而去提升创生基地的美化 以往老旧秀石的民众服务站 透过防水器的改造 普鲁士兰带来了文艺气息 纯白的厕所墙面也比以前更加纯净清爽 目前二楼将打造旅游客厅及市集空间 三楼则为展演的小天地 中间的小阶梯以平灯环绕 在夜间散发温馨与安全感 感谢风管处 还有承向发展局 他们有一些金会来赞助我们 把旅游客厅 还有清爽基地 做一些油漆 混刷 还有一些三楼的展影空间 做一些黄肉黄水的一些油漆 那当然我们还有做一些灯光的造景的一些改变 做这些创作艺术的一些规划跟设计 还有一些施工 都是由我们老街协会的主要干部 跟我们的顾问团 还有一些我们的志工 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这些设备换然一新 在疫情期间 我们职工人员呢 也是保持的就是低密度 就是小群聚为主 那也很努力的在创作我们的平灯 然后来美化环境 那这边内方老街文化观光推展协会 这边的话也有一个专管的职缺 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请下我们协会的脸书粉砖 然后来找科理长来面试跟应征 目前瑞芳老街文化观光推展协会 有专案管理的职缺 希望提供工作机会让人才发挥 一同提升老街的旅游特色与丰富活动 也期待透过一步步提升 青创基地的美感与文创体验 在疫情警戒解封后 能使老街旅游做出职的一来再来的好口碑 记者向我们瑞芳采访报道